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待她在四部剧中的精彩表现 杨子 娱乐圈一颗耀眼的明星 90后女演员的出色演技和迷人笑容 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她的新作品陆续推出 她的事业也如彩虹般绚丽多彩 那么 在这四部新剧中 网友们隔空喊话 该选哪一部呢? 程海记 该剧改编自一书的同名小说 表现 讲述了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情感纠葛 除了杨子之外 还有实力演员加盟 预计将带来一段感人的家庭情感之旅 长相思二 古装童话续集 延续第一季的精彩故事 原班人马的回归和更加精彩的剧情 相信将再次席卷观众的视线 带来一场史诗般的奇幻之旅 《三行记》 这是一部因男主更换而备受关注的古装侦探剧 经过调整 剧组重新启动 准备为观众带来一段扣人心弦的侦探之旅 《等咖啡》 一部都市情感剧 讲述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在咖啡店里 相遇 相识 相爱的故事 《浪漫》为美的画面和感人的剧情将带领观众进入一个温馨治愈的世界 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风格 每一部剧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从家庭情感到古装童话 从侦探故事到都市情感 杨子展现出了多面的魅力和出色的演技 这些剧的诞生 也让我们有幸一睹杨子的全新演绎 首先成欢级以家庭情感为主线 呼吁人们思念 关爱家人 杨子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关于家庭 爱情 职场的世界 与实力派演员一起演绎一段感人至深的家庭故事 接下来长相思2将带我们踏上一段史诗般的古装奇幻之旅 第一季的精彩表现已经让我们着迷 本季将延续这个神奇的世界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三行记》是一部精彩的古装侦探剧 虽然因为男主的更换而出现了一些波折 但重启后剧组依然以强大的阵容和精彩的剧情 吸引了我们的关注 最后等咖啡将为我们带来一场温馨治愈的都市情感之旅 杨子和陈飞宇的合作也备受期待 相信他们会给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 四部剧 四种风格 每一部都是全新的尝试 都蕴藏着杨子的演技和魅力 无论是家庭情感 古装英雄 侦探剧情还是都市爱情 它都能游刃有余 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杨子将在四部剧中再次展现自己的演技和影响力 称霸银幕 毕竟 能够成为90后花旦中的绝对佼佼者 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到的 总的来说 这四部剧都有不同的魅力和诉求 无论你喜欢家庭情感 古装奇幻 侦探悬疑还是都市情感 总有一部剧能触动你的心弦 让你乐在其中 对于杨子来说 这四部剧是他事业腾飞的见证者 作为90后的女主角 杨子一直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笑容 深受观众喜爱 这四部新剧的相继上线 让他的演艺事业再次迈向新的巅峰 所以 不要犹豫 赶紧找一部追剧吧 无论你选择哪一个 你都能感受到杨子带来的奇迹般的事业崛起 以及他在演艺事业上不断地突破和进步 就让杨子吧 期待杨子在这四部剧中的精彩表现 杨子新剧《成欢传》或将在《行阳霸》播出 但被报有暂定日程安排 引发热议 你还迷恋赵丽颖的新剧与凤同行吗 期待娱乐圈又一波高潮 那么 让我告诉你一些更令人兴奋的消息 继赵丽颖之后 又有消息透露 杨子的新剧《成欢传》将暂定档期 甚至有可能在杨八播出 你没听错 这一次 娱乐圈的热点焦点将转移到杨子身上 随着与凤同行的热播 娱乐圈的风向也发生了转变 实力派女演员杨子的新作将成为娱乐圈的下一个热点 这部剧《成欢传》从名字上听上去向是一部古装剧 但众所周知 它的故事背景却脱离了古装剧的束缚 转而探讨了都市情感的复杂性 我们不禁好奇 这部剧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剧情一波三折 扣人心弦 女主角麦成欢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 最初是被父母逼着结婚的 她想要追求自己的自我价值 但她最终决定结束不合适的关系 追求自己的事业 凭借她的坚持 她获得了家人的认可 并获得了酒店的经营权 在此过程中 她结识了男主角姚志明 他们的合作不仅给各自带来了事业上的成功 也让彼此的生活更加充实 该剧不仅是一部情感剧 更是一段关于成长 家庭 自我价值的探索之旅 母亲的力量与爱交织在一起 让人不禁思考 母爱应该如此强烈吗 她真的像看上去那么固执吗 而女主角麦成欢的奋斗历程 是否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和学习呢 说到这里 我不禁要问 你对这部剧有什么期待呢 你觉得杨子会饰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还有何赛飞 吴燕书 牛俊风等实力演员加盟演员阵容 可以说是阵容强大 这让人们更加期待这部剧的到来 娱乐圈的变化和剧情的跌宕起伏 让我们拭目以待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新剧《成欢传》的上映吧 让我们在这温馨感人的剧情中找到 属于自己的共鸣吧 《成欢集》即将上映 这部备受瞩目的都市家庭剧 改编自一书的同名小说 它汇聚了杨子、徐凯等实力演员 共同演绎了一段 关于当代母女关系的深情故事 《成欢》这个平凡女孩的名字 却承载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它就像当代女性的缩影 独立又坚韧 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新时代的女性态度 剧中杨子饰演的《成欢》 不仅展现了角色的多面魅力 更传递出新时代女性的独立与自信 徐凯饰演的《林峰》就像是城市里 一股清新的空气 它的出现给故事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 牛俊风、何赛飞、吴燕书、姚安连等演员的加盟 为这部剧锦上添花 他们精湛的演技为观众呈现了一幅生动的都市家庭画卷 在眼花缭乱的电视剧市场上 《成欢集》如何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它的答案在于根深蒂固的故事和生动立体的人物 该剧不仅在剧情设置上独具匠心 在人物刻画上也力求真实细腻 让观众在细细品味故事的同时 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和成长 《成欢集》的开播 都无疑将成为都市家庭剧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期待这部剧在荧幕上大放异彩 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同时 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出现更多 关于家庭关系的优秀剧集 为观众提供更丰富 更多元化的观看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